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款短发的烫发 今天的发型有点偏向于拨拨头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剪成经典堆积 否则的话 你烫完的造型是没有美感的 好 我们来先看裁剪的部分 首先我们分好前后分区 分到耳上点 后区左右分开 分为上下两区 好 在后区分出一个上下的二分区 在侧发如果延伸过来就是一个二分区 然后我前面待会儿剪 所以就没有分到那里 接下来我们看裁剪 首先底区 我们仍然去修剪轻堆积 中间左右分开 高于45度去修剪 好 随直分片 随着头形剪 因为我们要烫发 所以后面我们尽量不要往后面带 好继续 随着头形剪 一直剪到净侧点的位置 好 好 剪到这边静侧点 把前面的头发向后带 来放长 那注意呢也不要放的太多 向后带一片就好 继续 这样呢它会微微的放长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另一侧方法相同 剪这边的时候呢 手肘要抬起 继续 垂直 随着头形肘 好 一直剪到静侧点的位置 前面的头发呢 向后带一片 降低 好 剪好以后呢 因为耳后的头发 我们是压低剪的 向后带的 所以呢它会 两边会厚重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拉高进行去角 拉高 注意看一下 拉高呢 你能明显看到底线的长度 不要剪到底线的长度 把表面的层次抬高 千万不能剪到底线 好 你看放下来之后 底线的长度还在这里 好 它变柔和就好 这边方法相同 抬高 抬高 但我们清晰的能看到底线的头发 大家看 底线的头发在这里 不要剪到底线 把上面的层次拉高一点就可以 好 这样呢我们底区呢就剪好了 好 接下来上去我们要剪成内部堆积 就层次比较高一点的堆积 如果你还是剪的很低 那你探完的头发呢全估在后边了 就不好看了 好 好降低 边剪边提升切口呢偏圆弧形 好 随着头形修剪 随着头形修剪 每一片法片呢要疏透 随着头形走 上面呢一点方色的纷纷 因为我们在烫发的时候呢 尽量要走圆形 上下左右尽量都要走圆形 上下呢是指它的层次与切口 你看就算我们剪了一个堆积 我的切口呢也要走圆弧形 对吧 然后左右的方向呢我尽量不要向后带 对吧 好 继续 边剪边拉高 它还是一个堆积 只不过呢切口被我们抹圆 然后呢它堆积的量没有那么厚重 当然这个法型呢你也可以放长去修剪 我在这呢给大家演示一个方法 希望大家呢懂得变化 举一反三 好 最后一片 这样呢我们这边呢就剪好了 接下来剪这一边 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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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方设 先降低 顺着下面的导线向上走 然后抬高 再延续这条导线 还要剪堆积 只不过切口呢就不是直的了 是随着头形的圆弧形 好 这样呢后续呢我们也剪好了 后续也剪好了 接下来是前驱 前驱呢我们在转角线的位置分区啊 上面我们要留大刘海下面我们要剪一个很薄的这样的一个并角 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做一个前后的连接 斜前向后靠来放长前边 好 跟到后边的切口去剪 那这一步呢 实际上我就做一个前后的连接 待会我要从前侧开始修剪 剪去除 好 先做好连接 所以呢你只要向后靠就好 先剪一个大概的长度 这样呢 哎我们这区呢层次上横片 它是衔接的啊 它是衔接的 尽管被放长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从前面开始 好向前靠啊 好 然后呢 拉高去做一个去除 把并角呢层次拉高 好 待会呢剪好之后呢 它变成一个轻柔的这样的一个并角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好 接下来第二步向前靠 来放长后侧 不要把后面剪好的重量给破坏 这个是关键啊 好 向前靠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越剪越少 对吧 因为我们始终向前去提拉 哎到这片基本上剪不到了 所以呢 后面你剪好的头部呢就不会被破坏 对吧 好 好 这样呢我们这个策法呢就完成了 好 这一边方法相同 先跟着切口去剪 先放长 向后靠 这样呢在层次上结构上呢我前后先做一个衔接 对吧 它没有断层的尽管前面被放长了 好 那么到两侧呢我们也把它拉高做一个去除 好放下来 看一下两侧的并角是否对等 如果对等呢就继续剪 那看来我们蒙对了 来继续 向前靠 千万别忘了向前靠 好 越到后边呢我们剪的就越少了 你看到这一片呢基本上很少 好 这样呢 我们这边呢也剪好了 待会呢吹干之后烫完了这个位置还要去打薄的 接下来去剪顶区 你看顶区就是一个刘海区啊 我们做先做一个前后的连接 把它向后靠 好找到后边的长度啊找到后边的长度 你为什么要向后靠呢 为什么要向后靠呢 如果你要在这个位置剪 你剪短的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待会儿再放下来的时候呢它层次就高了 我们现在只做连接啊 好 继续 向后拉 大概呢分三片就好了 中间一片 小后带 下边的头发就算你梳上来你也剪不到啊 好 一到两边呢剪的就越少 这样呢我前后是连接上了 接下来我开始做刘海的长度 好 这个长度 这个刘海的长度怎么定呢 来 首先呢我们左右分开 左右分开呢我要计算一下 待会儿它形成卷度了之后 它大概到哪个位置 那它最少要到鼻孔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选择放到这里啊 因为我们烫卷呢 它的头发会有回弹是不是 好 我们把刘海的头发呢向前梳立 这个没有什么分区了 把整个顶区都要向前去修剪 在前面去剪方形 拉平 剪方形 好 接下来把所有的头发能带到的 全都拉到前面这个导线上去修剪 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拉平啊 我拉平 然后呢 以两边的长度为准 向后走圆形 啊 向后走 一直跟后面的长度进行衔接 那它这个会覆盖到表面的位置啊 会把你的这个并角的高层次会覆盖住 看到了吗 会覆盖住啊 继续这一边 嗯 拉平 刚才剪方 这个位置呢 旁边有长度 我们按照这个长度呢 向后去走圆形 好 这个时候你身体要走位 好 继续到后面呢 去把它连接 接下来我们拉平的位置呢 你要竖抓起来进行去角 把这个角去掉 不能有角啊 好 它现在侧边呢 是上下不连接 继续 这边同样的方式 好 这样呢 我们裁剪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好 烫完呢 这个并角要向前勾 后边都要向前勾 上面呢 都要向后走 看到了 要这种感觉的 然后接下来它比较厚 那我们要进行打包处理 左右分开 下边的头发呢 我们不烫 对吧 所以呢 稍稍的柔和一下就可以了 有一个问题大家思考 大家觉得呃 是先打包后烫 还是先烫完后打包 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思考一下 如果 如果你烫完再打包呢 你的卷度就会放大 听明白了吧 就是假如你给顾客烫的弯 比较小 这个时候你打完薄就会比较大 如果你烫完的卷度不是很卷的 千万不要打包 一打包这个卷就已经值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是吧 所以呢 具体情况呢 你要自己去参照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家的杠子小 对吧 我烫完了经常客人会嫌弃这个 烫完的卷比较小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烫 就可以先烫 烫完了再打一遍薄就可以了 卷度呢 就会打开 是不是 那如果你觉得烫完这个大碗很危险 那你就先打包后烫 对吧 因为你打包短的在里面就互相支撑 对吧 它会让你的卷度放大 好 好 在里面用无痕压剪 直接去量 病角的发梢 外线呢 我们吹干再去调整 来 上面的头发 继续 我们打包呢采用的是无痕压剪啊 你不要呃 去拿那个修剪男发的剪刀去打包 那结果呢 可想而知会很毛躁的 你看 打好了之后呢 这个形体呢还是比较圆润 对吧 好 这一边 好 上面 测发区 我们分为上下两区 好 在它的中段打包 好 在它的中段打包 好 好 好 这样呢 我们拳头的打包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效果 好 那基本上烫完了 我们就要这个感觉 对吧 然后刘海呢 最好是让它顶起来一点点 那接下来看我们的烫发操作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烫发的过程 首先呢还是同样 在顶区呢 需要蓬松的位置 中间左右分开 好 在中间呢先分出这样的一个头顶区 然后呢我们在头顶区呢 开始卷大杠 大一点的 好 让它头位稍稍偏低 因为呢 它头位偏低更好的帮助我们来抬高角度 梳透 然后开始上药水 注意同样啊 你不要把它上到法根上 向后梳 抬高角度 好 分出来第二个杠子 分出来第二个杠子 把它涂透 把它涂透 然后向反方向提拉 抬高角度 好 继续 反方向提拉 大家看到的这个不是棉纸啊 是我用那个 是我用一次性毛巾剪的 刚才我都说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到工作室发现没有棉纸 只能想办法了 所以它不好用 刘海的这一片呢 反方向提拉 方法相同 注意我们上药水呢 就不要上到法根就好了 好 头顶呢 这四个杠子呢 我们就卷好了 接下来啊 我们后边相同的方式处理 好继续 如果发脂受损呢 上这个折离状的药水特别好用 我们不需要加热 如果发脂受损 我们上好药水了之后 停放五分钟 然后外面不要包任何的保鲜膜 浴帽之类的 然后呢 直接把它烤干就可以了 效果也非常好 来 下面这一片呢 我们就不要抬高了 再抬高呢 后面就容易翘起来 所以呢 我们拉平就好了 到边缘的位置呢 角度逐渐降低 上下分区分开 上下分区分开 因为这个侧法呢 这有个不连接啊 所以呢 长的我们还要用这个 比较大号的杠子呢 再把它卷上 好 角度90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拉的那么高 因为两侧我们不需要再起高了 好 这边呢 方法相同 不要上刀法根啊 拉平就好 好 后边呢 我们接几个小杠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下面还是用 纹理烫 你看把这短的 放下来 因为你在放大杠呢 你的杠子是放不进去的 这个位置呢 空间太小了 所以呢 我们卷一个小杠 唯一你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拉高了 像这种纹理烫呢 随便烫一烫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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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用棉子把下面的纹理卷出来 好 边角呢 我们卷一个就可以 东西 可以 所以 屏股 还可以 同样 法根 补上肴 刷水 棉花撑藏 然后往前去捉卷 把它夹上 让这个卷往前走 而上位置相同 尽量压低角度 向前搭卷 上面我们开始向后卷 要注意耳后这一片要保留 因为耳后这一片要往前卷 先上好腰水 包好棉花 然后我们向后去搭卷 这一片的方法相同 这一片的方法相同 接下来耳后的位置 耳后的位置呢 我们要向前去卷 卷一个就可以啊 下边的话外线待会儿 我们吹干了之后 要重新调整 好 这边呢 就卷好了 另一边方法相同 冰角卷一个 把它拉长 往前卷 往前卷 耳上的部分方法相同 包好棉花 然后撑长 向前打卷 好 接下来后边 还是同样啊 我们没有什么标准的分区 就是你觉得这一片头发 应该在哪里的流向 我们就往哪里去卷 你不要把它分的 划分线 划分的很工整 那样烫出来的效果呢 就不是很自然 那这边呢 我们同样向后 好 再分一个 好 耳后的部分 好 大家看 就在耳后的这一区 拿起来就可以 直接 随意一点 好吧 把它伸长 向前去打卷 我这个站位 不对啊 因为我要躲开 咱们的摄像机 好 接下来在后边呢 我们卷一个向下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头发呢 我们就烫好了 正常 把卷打到下边 夹着固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烫发操作就完成 头顶呢 分一区 然后呢 反方向提升 尽量拉高 让它起高 旁边呢 都是降低 就是跟它随下来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下边呢 就是用棉纸卷出纹理 然后并角呢 耳上都往前 耳后也往前 其他地方往后 对吧 好 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们自然停放 15分钟 然后呢 就可以上定型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来上定型 那同样呢 把每一个杠子呢 都上上定型 好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去把这个 卷过的棉纸呢 全都把它摘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冲水 冲完水呢 吹干 然后外线修饰 局部地方呢 再进行调亮 这样呢 我们把头发吹到八分干啊 然后把底须全部吹干 我们把底线再进行修饰一下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底线也修剪好了 大家看一下 后面呢 就是一个纹理 然后呢 它的侧边呢 大家就能看到 有一个向后的 这样的一个流向 下边呢 是向前的流向 然后呢 我们打一些四发品 加一些精油在里面 好 把它冰角呢 夹在耳后的位置 这样呢 这样呢 它都是向前推的 上面呢 有一些向后的纹理 这边一样 把边角呢 夹在耳后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刘海的位置呢 把东西打匀 四发品打均匀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短发呢 也烫好了 好 感谢大家看完 然后的话 希望我的这个课程呢 能对你的现场工作呢 有所帮助 那好 那我们就再见了